佛表此境所欣之 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殊身描发 涉事菩提众生之 而且脱药 这个世界 越往后面去 灾难越多 为什么 古人或者能体会到 因为从过去历史上来看 煤矿雨下了 走下坡 一代不如一代 在中古上古 过君也道知天下 道是无为而知 这是最高的 道失调了 这有德 德是什么呢 德教 那就是能力 道德 因果 这都是有德教了 以德知天下了 德舍掉之后了 有人 人者爱人 推极 推极 戒人 急速不愈 勿施于人 这谁做的 在中国历史上 三王 上古时候 三王是一道知天下 五帝 以德知天下 那 遥声是谁 是谁 无地 就是 啊 到下商周 叫三王 羽王 汤王 周文王 以仁之天下 啊 仁义也 到成修战国的时候 这世界乱了 可是虽然乱 那些人还讲义气 你打仗 你的军队没打好的时候不打 要等你排好的车长 讲义气 所以五霸奖 你意志天下了 秦统一中国 十五年就灭亡了 汉去而代之 以礼之天下 道德仁义礼 这花破也带不如一带 清朝灭亡之后 中国这块土地上 礼不讲了 没礼了 没有礼就是乱世 就现在是乱世 古人讲的话没错 礼失去之后 天下大乱了 天下宫